如果老師呢,你希望不要看到廣告的 我剛好進到這邊,我順便跟各位介紹一下 因為剛好最近寫的這個嘛 這是在你行動裝置上的 這個是行動裝置上的 就是說我們多多少少 行動裝置現在大家看的機會有沒有比較高 請問你現在用手機的時間比較多 還是用電腦的時間比較多 對嘛,所以看到廣告的機會 是不是在這裡更多 那你不覺得你們手機上都認人擺歌嗎 沒錯 因為它廣告來,我就接受,就按關閉啊 但是我可以確定你一定看到啊 呵呵呵 所以如果你連看都不想看,麻煩你 其實有很多類似的 那我這邊是介紹叫Firefox Focus Firefox是火壺嘛 對不對,它有一個瀏覽器 那它也有針對 就是行動裝置出了一個叫Focus 它這個功能就有點類似我們 Chrome的叫做無痕模式 有沒有,我們不是一個無痕模式 可是它會幫我們做更多廣告封鎖 還有我們不只是這樣子 各位,你不覺得你在Facebook也好 在很多的網站上 你只要不小心看過了某一類的廣告點進去 下次那些廣告就一直在轟炸你 一直轟炸你 一直轟炸到你 買下去 還不饒你 還會繼續出現 呵呵呵 這個就是所謂的隱私 因為它在追蹤你 了解嗎 那你可以試看看這個 這個你把它安裝起來 然後呢,把它設為什麼 你的預設瀏覽器 那這個當然都有iOS跟 就是Android的版本 你可以自己把它裝起來 那裝起來之後呢 你把這個App Fivebox打開 把它設為 你看喔 在右上角這裡 把它設為 就是你的 有沒有 預設瀏覽器 你把它設定為 預設瀏覽器 有沒有 這樣子你下次再打開網站 再打開 所有內容的時候 它就會用這個 先幫你擋掉 你相對比較看不到廣告 好 因為我們廣告不只是影片啊 你了解我意思嗎 還有更多是來自你看的網頁的廣告 那你可以用 那但是呢 還有一種情形是 如果你在行動裝置上 比如說我們常常會看到 類似像Google的探索 或新聞 有沒有 那一種它預設 都會用 手機裡面 本來就有的瀏覽器 它就不會是這個 那怎麼辦 你就多做一個動作 當你把它打開之後 你看 預設是不是看到廣告 你就在它的上面這裡 有沒有 三個點點 你告訴它 我還要用這個打開 馬上就會變得很乾淨 那我們先測試一下 多一個動作 不再被廣告糾纏 快來試試 Firefox Focus的廣告封鎖 與隱私瀏覽功能 您可以在行動裝置上 開啟 Firefox Focus 以下面的方式 將它設定為 預設瀏覽器 這樣在開啟網址連結時 會直接開啟 Firefox Focus 我把這個 影片畫質 以下面的這則新聞為例 開啟後就會 會看到這些廣告內容 有沒有 這個就是像這樣 可以在開啟網頁內容後 再多個動作 選按右上角的選單 選按在 Firefox Focus 中開啟 就可以讓 Firefox Focus 為您提供封鎖網站的追蹤器 有沒有廣告的服務 這樣可以嗎 但是大部分 你用預設的 已經可以擋掉絕大多數了 但是還是有一部分 沒辦法完全擋掉的 我們就 這個方式擋 那電腦上的怎麼辦 老師 如果不想要 用 YouTube那個 付費的 沒有關係 我有一個 這裡有一個 叫做 AD Black 你可以找一下 我找一下給你看 這個 好 你看我的標題 下的是這樣子 我需要一個乾淨 有沒有 沒有干擾的上網空間 你看我們上 就是教學的時候 如果跳出 讓你有點尷尬的廣告 你覺得 會不會覺得 怪怪的 而且又要等它五秒鐘 所以呢 您可以直接打這個關鍵字 叫做 AD Black 你有了這個之後 你看 你打AD 其實這類的很多 所以 你可以找到 有 Chrome本身的 也有 那個 那個什麼 其他瀏覽器 好 那 你看 我就來這邊 把它裝起來 把它 安裝一下 那您稍等一下 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 右手邊多一個這個 嗯 好 它裝完了 在這邊 他問你啦 要不要贊助他 你就說 你考慮看看嘛 好 他就關掉了 這樣就好了 這樣了解嗎 你看 我的右手邊 現在有沒有一點點廣告 我的部落格 我有一個廣告喔 對吧 那我重新整理一下 你有感覺到 老師的教學空間 有沒有比較乾淨了 我以前的廣告還有放在裡面 可是我後來發現這樣不能接受 因為 他會把那個廣告內容 變成類似像我文章的內容 反而搞不清楚 所以我後來就只允許他在這裡出現廣告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 YouTube的也是喔 你做了之後 你會感覺到 那段影片播的時候 前面可能會空白幾秒鐘而已 但是呢 你不會看到 讓你尷尬的廣告 好不好 給你試試看看 請認名品牌 好嗎 AB Black 有很多類似的 但是這個是歷史比較悠久 而且相對來講 就是比較不會有 那些所謂的木馬的東西 我們自己用了之後 覺得還不錯